建理投资常识,跟踪波段趋势 大家好,这里是老温聊投资 今天是2023年2月4日 在正式内容开始前 我想借半分钟的时间感谢一下各位朋友 这个频道是上月2号开始上传的 到现在每个视频最高的点击量 大概是在100左右 订阅数现在接近了50位 这已经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了 各位的鼓励和交流都是对我的支持 我会用尽量真实,尽量有用的内容 跟大家进行交流 现在我刚刚学习制作 声音控制等各方面 效果还不是很好 请大家多包涵,也继续支持我 我曾经说过过去我是做投资银行的 在金融圈子里面混了不少的时间 我看到了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 很多概念常识和做法 其实不被很多人了解 不光包括散户 也包括大户甚至一些机构 不只是在投资领域 在发行上市融资领域 很多上市公司包括上市公司老板 对一些概念存在错误的认识 最后导致非常不愉快的结果 其实对于很多上市公司和上市公司的老板来说 融资不见的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根据我的观察超过一半以上的上市公司 在做完上市以后 其实高管层面很多是搞得极犬不宁的 这就跟很多人操作投资一样 主要的问题出在对一些概念和做法不切实际的认知 所以我在我自己的投资过程中 也尽量总结避免一些不对的认识 也希望通过这个频道跟大家进行交流 希望对大家有些帮助 可以聊的话题非常多 包括最近发生的一些大事 对未来我们的投资方向和趋势 其实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关于投资体系的建立 有非常多的角度和内容 但是如果做成教科书式的内容 又非常无聊 所以我还是结合具体可操作的策略和投资方法 结合最近发生的事情 慢慢的跟大家聊天 好了言归正传 今天我们聊三个话题 第一个是关于美元指数 因为美元最近的反弹 对于很多资产 包括股市的方向来说都非常重要 那么美元指数 未来涨还是跌 美元指数的驱动因素到底是什么 我们今天做一个较为详细的解读 第二个 现在一些专家开始看到 天然气已经处于超跌的状态 特别是UNG这个ETF 有些专家在提议超底 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一下 在石油股和天然气中间 可能有哪些交易机会和策略 最后一个话题 我们再聊聊TLT 在上周五 因为对美联储未来可能会大幅加息的预期 TLT有一些下跌 我们来看看TLT目前怎么操作 我们知道美元指数是美元针对一揽子货币的强弱关系 它是1973年建立的 当年起始点就是100 也就是横着这条线 当指数超过100的时候 意味着美元相对这一揽子货币是属于升值的 低于这100的时候呢 相当于美元针对这一揽子货币是贬值状态 我们也聊过美元指数跟美联储的加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当美联储处于加息周期前期的时候 美元指数是会上涨的 当加息处于尾部停止甚至下降的时候 美元指数会下跌 那这个逻辑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未来我们是否可以用这个逻辑去预见美元指数的走势 可靠不可靠呢 这背后我们需要明确两点 美元指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它的走强然后走弱是一个周期的循环 走强走弱走强走弱 总是围绕着这个中间的水平上下波动 那么当美联储加息的时候 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的盈利能力在引领式的提高 所以它就相对式的走强 当它处于加息尾部甚至降息的时候 它的盈利能力相对于其他货币是下降的 大家把更多的美元资产转化为本地货币 这就形成了这个周期 美元为什么总是引领其他货币呢 其他货币难道不可以加息加的比美元快 以至于让美元在加息的过程中也处于货币稳定的状态吗 我们就需要回顾一下 这个所谓的一揽子货币到底是哪些货币 最大的就是欧元 然后是日元 然后英镑 加拿大 瑞典 和瑞士 这六种货币 首先也就是说我们在考虑美元指数的时候 要把任何其他的货币抛开 包括人民币 包括俄罗斯卢布等等 是不纳入美元指数的范围的 这六个国家相对美国来说有什么特点呢 也就是这六个国家主要都是出口国 而美国是这其中最大的进口国 我们可以理解 进口国实际上就是客户 出口国是做生意的 所以很自然的 这六个国家的一揽子货币 是要盯住美元的 由美元来引领 如果美元还没有加息的时候 这六个国家加息对他们的出口是没有好处的 当然每一轮加息过程中 都可能有国家领先于美国加息 比如说这一次的新西兰和加拿大 领先于美联储加息 但从整体的趋势上来看 这六个国家的货币的强弱 是跟着美元来走的 打个比方说就像上山或者下山 美国是这个团队的队长 当队长说我们上山的时候 队长先上 其他的队员跟进 那么这时候美元是在其他货币的上面的 它属于增值状态 当接近山顶的时候 整个市场都预期美元要到顶了 然后要进入下山状态 下山的时候 因为美元仍然是领先的 所以它先于其他货币进行贬值 所以这就形成了加息美元上涨 停止加息和降息的时候 美元下跌 这样一个周而复时的循环 实际上整体我们看到 美元在100以上的时间 相对是比较少的 而且比较陡峭 在100以下 也就是说相对于这一揽子货币 处于贬值状态的时间是更长的 这就是美元因为 它是全球最主要通行的货币 它的发行量是超于其他的货币的 这是它所享有的优势 所以目前根据美联储加息 处于尾部的状态来看 美元在2023年大部分的时间内 应该是处于向下行的态势 而美元上周开始启动的这次反弹 是我们之前也讲过期待很久的反弹 在这个重要的支撑位 而我们之前也说过 美元在历史上 在下跌过程中 也并不是一次就跌完的 而是在中间会有很多的反弹 甚至包括80年代 这次大起大落的行情 如果我们放大来看的话 它中间也是有几次比较大的反弹的 可见上周的这次反弹 应该是在大级别的下跌过程中的一次反弹 具体它能反弹到什么程度 有很多的技术派可以去猜测 同时它对股市和大宗商品 所造成的比较重要的影响 也对我们的其他方面的投资 造成了困惑 而我个人觉得 从投资策略的角度来讲 对这次美元的反弹 更愿意当做旁观者 而不去试图猜测 或抓住这次反弹做多的机会 因为美联储加息到尾部 这是一个确定性的事件 现在市场对于美联储的加息政策 有了过度的解读 如果说美联储的加息政策 是一个轴的话 这个轴一直没变 只不过市场在强跑 比如说这次纳斯达克的反应 跟之前年度纳斯达克 对美联储加息的反应 就完全不一样 以前年度 只有在美联储加息 接近尾声的时候 股市才开始下跌 而这次 当美联储刚刚开始加息的时候 纳斯达克已经就开始下跌了 那么到现在为止 市场整个期望的是 加息已经结束 马上就要降息 重新放水 重新推动股市上涨 这样的一个预期 当这个预期在上周 没有被新的经济数据支持的时候 大家开始恐慌 而我们看到 美联储的口径和动作 一直没有变 只不过市场一直在改变 市场这样的强跑和过度反应 实际上可能隐含着比较大的风险 第一个说明市场比较脆弱 它能够为一点消息 快速的上涨 未来就有可能被某些重要的消息 而受到惊吓快速的下跌 而我们知道市场一旦下跌起来 势能是很大的 市场这种短期炒作的力量 对自己和散户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这种伤害已经体现在加密货币里 已经体现在秘密股里面 那么现在在整个市场里面 似乎都蔓延着这样的情绪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 不要参与到这种短潮之中 短期炒作就像冲浪 很漂亮很刺激 但并不是一个大众的游戏 真正的投资 其实就像是一门生意 我们出来是要赚钱的 要保证资产的安全 我们会把全部的家当放到船上 当然我们不希望有大的风浪 所以我们当然不能把我们的家产 开到这样的风浪里面来 所以回到可以考虑的交易计划中来 在这次美元和港元反弹的过程中 我们没有必要去猜 它可能反弹到什么程度 以至于去抓这次反弹 实际上我们只要观察 在它反弹的过程中 就是我们逐步买入日元的机会 因为这时候日元在贬值 由于日元未来存在两大作多的因素 一个就是美元的长期下跌 第二就是日本央行 未来面临政策的调整 当然这个政策的调整 并不是因为日本通货膨胀的增加 而导致央行要调整政策 而是日元国债市场出现了流动性紧缺的问题 当然这个我们可以另外找时间去聊 总之我们在美元和港元上涨的过程中 不去追这个上涨 而是在高位去买入日元 这样的话长期来看 我们的获利空间是在加大的 而可以避免美元突然转向 我们持续的持有一个亏损部位 那么配合的原来也说过了 用两年的期限逐步去做工 港股里面中国民企房地产的股票 也就是我们去赌未来两年内 某些大市值的民企房地产股 可能会下跌50% 当然这里面需要强调的是 我们做工所用的仓位 都只能用非常小的仓位 比如说小于5% 因为我们要防止压工 而防止压工最有力的武器 就是我们保有足够的仓位去补仓 如果一只股票已经上涨到了理论的极限 这时候它再上涨一倍的话 我们仍有95%的仓位等待它 我们再用5%去做工它 这时我们可以降低我们做工的成本 这对于多头来说是难以击败的工仓 而由于维持一个股票在高位 也是需要付出成本的 所以时间是站在我们这一边 当然这是一个专门的话题 我们需要另外找时间去专门聊 第二个话题我们聊一下天然气 很多专家在建议抄底 UNG这个ETF 我建议用另外两个角度来看待这个机会 这是UNG的日线图 从均线上来看 它确实已经偏离了50日线 达到了超跌的位置 底部已经放量 上次偏离均线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出现了反弹 而且目前是处于21年以来的最低点 不过如果我们用周线放大了来看 我们发现UNG这个ETF 它处在长期的非常陡峭的下跌过程中 这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 什么原因呢 那我们看一下UNG的说明 UNG的资产实际上是由一系列 在一个月之内到期的天然气期货合同组成的 由于这些是看多合同 当天然气下跌的时候 如果在一个月之内天然气没有上涨过 那么它手上持有的这些合同全部会作废 这就意味着 UNG这个ETF是不适合长期持有的 当我们持有它超过一个月的时候 如果在上一个月里 天然气根本就没有上涨过 那么它手上的合同全部作废 在新的这个月里面 它需要花新的资金去买新的合同 这就是天然气在长期下跌过程中 这个值ETF处在非常陡峭的下跌趋势中的这个原因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 尽量避免去购买那些具有时间价值的产品 包括期货 包括短期期权 以及带有期货性质的ETF 反过来 如果我们利用现有的仓位 卖出具有时间价值的这些产品 那么我们就是时间的朋友 我们怎么利用这次天然气可能的反弹呢 我们来看看天然气 石油和石油股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像类似于X美孚这样的石油公司 它的主要产品就是石油和天然气 那么天然气目前处于历史的低位 有可能存在反弹的空间 石油呢是处于中间的位置 现在呢有可能下跌 因为天然气和石油都属于资本产品 这个我们另外找一个话题再说 天然气的下跌 有可能是加杠杆做多天然气的多头 快速离场导致的 石油可能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加上最近美元的反弹 对石油进一步造成压力 当然了石油也有反弹的需求 因为它已经下跌到了一个重要的支撑位 所以石油处于可上可下的局面 而我们看石油股呢 虽然它的两大产品都已经下跌 甚至已经跌到了历史低位 但石油股仍然非常坚挺 甚至在上周曾经创出个新高 石油股坚挺的原因 主要是它的现金流和它的分红率 以及回购计划 但是当它的两大产品长期来看 都可能拖累它的盈利能力的时候 石油股再增长一倍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那么它跟随两大产品 进行一个中期调整的可能性 又是非常大的 这时候如果我们看多天然气的代表性的标的 看空石油股的话 可能会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组合 这是一家天然气代表性的公司 叫EQT 这是美国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商 我们对比一下它跟天然气期货之间的关系 可以看到近期它还是比较坚挺的 在天然气快速下跌的过程中 它虽然也在下跌 但是没有这么深 所以说如果我们看多EQT 它没有时间价值 我们可以长期持有 同时看空像X美孚 CVX等等这类有代表性的石油股的话 有可能相当于在他们这三个周期性的 前后接续的波动过程中 找到了一个高点和低点 当然目前我们只能观察 还需要进一步去验证 最后我们聊一下TLT的走势 上周五市场对美联储可能走阴的这样的一个预判 导致TLT的价格下跌 TLT的风险是否可能加大呢 是否可能超出我们原来预计交易的范围呢 我们还是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如果美联储持续加息 或者是保持高利率不变 那么导致TLT的收益率大幅的提高的话 如果美国20年期的国债的收益率 持续保持在4%以上 也就是跌破这个价格 那时候究竟是TLT的风险呢 还是纳斯达克以及其他大宗商品的风险呢 包括黄金 当美国长期国债的收益率 长时间的保持在4%以上 纳斯达克的折线率 以及石油铜等等 这些资产的潜在收益率都必须超过4% 那么可能引起全球各大类资产的风险 甚至包括日元 日本国债等等 所以如果是那种局面的话 我们要去想那时候可能有哪些机会 而不需要担心TLT可能的风险了 第二个角度就是我们如何利用持仓持续的获得日常的收入 当TLT的价格下跌的时候 这是我们卖出POOT的机会 如果跌到下面 我们可以用更低的成本 用这个POOT去降低我们持仓的成本 当然当未来TLT反弹的时候 我们可以适当卖出一部分 减少仓位 同时在高位呢 卖出靠 这样波段式的操作 在不增加我们风险的同时 提高了我们持有这个低风险标的的收益率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视频 我们的话题很多 但时间有限 所以我们慢慢聊 欢迎各位订阅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